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光绪皇帝逃往山西 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的硝烟还没有散尽 1901年11月8日 一个新生命降生在五台山下永安村楼院徐家 他就是徐向前 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 1911年10月28日 太原起义成功 整个山西笼罩在革命气氛之中 刚满十岁的徐向前 也在这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减去了辫子 听老师说孙中山赶走了皇帝 做了临时大总统 当时他并不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 但他记住了孙中山的名字 1914年他到驼阳学校读书 这里革命气氛很浓 给徐向前打上了很深的印记 由于家境贫寒 他辍学了 当过学徒挖过野菜 这些沉重负担的积淀 成了这位不一元帅的社会土壤 1919年 他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 在这里他经历了五四运动 他在报纸上看到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 领导革命的就是列宁 他开始思考民众何以贫穷 国家何以威亡 中国的出路何在 他想到了孙中山 1924年 布满二十三岁的徐向前 装着满脑子的问号 去找孙中山 投考了黄埔军官学校 开学典礼上 孙中山的讲演 使他印象由深 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 一生一世都不存在 深官发财的心理 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在这里他受到了 系统的军事训练 他作为孙中山的卫队成员 到韶关参加了北伐试诗 参加了第一次东正 革命道路 艰难而又曲折 1925年 他到国民二军 先任参谋 又任团赋 1926年 他又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武汉分校 任少校队长 在这里 他又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 1927年3月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 他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8月7日 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 指出了组织革命的武装 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光明大道 一个月后 中共中央派徐向前 到广州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1日凌晨 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 徐向前率领工人斥围队 冲进警察局 夺取武器后 又赶往观音山参加战斗 炮声隆隆 迎来了广州苏维埃的诞生 但在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 起义失败了 然而 它与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一样 成了革命的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世界 起义部队撤到花线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徐向前 先后任使团党代表 使参谋长 师长 部队经过改编 士气大震 他们高举红旗 奔向海陆峰 1928年元旦 红四师到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地 海峰县城 这里是东江特委书记彭派的故乡 三次农民起义 把这里染成了红色 红四师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彭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红四师连续攻下了陆峰 甲子港 惠来等地 揭开了东江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蒋介石不喜欢红色 不愿意看到人民的胜利 于是他发动了疯狂的会叫 徐向前指挥弱小的红军 避其锋芒 撤进莲花山 转战于越东山区 游击战争生活很艰苦 住的是草棚 吃的是野菜 徐向前指挥部队攻打惠来县城时 不幸重担负伤 住进了卫生所 由于敌众我寡 在国民党疯狂会角面前 广东省委决定撤出游击区 但革命的火种 却撒遍了东江大地 1929年1月 徐向前奉命离开东江 经九龙回到上海 徐向前回到上海不久 又有了新任务 当1929年6月 墓东北里头一派人到上海要干部 向前奉要干部 前奉命就派我到墓东北棍座 当我到了墓东北以后 墓东北腿就派我到三十一时工作 当时三十一时的司令务管和牺牲了 当代表是大革命 墓东北上是超级开 政治部装是承冻开 大一门 一共有三百年 我等到大年 是登老培养起来的 是登老的 他说 1929年6月 中央军委派他到厄东北苏区 担任三十一师的领导工作 徐向前到这里立足未稳 蒋介石跟踪而至 对大别山区发动了会角 这对徐向前是个考验 要了解敌情 也要熟悉我情 他摸着石头过河 采取与敌周旋 避强激弱的战法 粉碎了敌人三次会角 1929年11月 在厄狱边党代会上 徐向前被选为特委委员 和阁委会军委主席 他和戴克敏 曹学凯 共同提出了游击战术七条原则 集中作战 分散游击 红军作战 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敌情不明 不予作战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等 这些战术原则 对弱小的红军 开展游击战争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个月后 徐向前又率部 激战香火岭 围攻墨角楼 骑袭双桥镇 胜利粉碎了敌人 近十万人的第一次围剿 双桥镇战斗 全监敌人第三十四时 活桌师长岳维俊 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岳维俊万万没有想到 打败他的 竟是他五年前属下的一个参谋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 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 曾中生任政委 率部南下齐黄广 同张国焘东出安庆的冒险主义方针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官司达到了中央 张国焘借口肃反 撤销了曾中生的政委职务 相继逮捕杀害了 许继慎 周维俊等一批师团干部 后来 徐向前的妻子 程迅轩 也无辜被捕 惨遭杀害 1931年11月7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平宣告成立 徐向前任总指挥 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红军猛增到三万人 这是厄玉碗根据地的一大盛事 也是红军历史上的一个壮举 918事变后 蒋介石致全国人民抗日呼声于不顾 调集15个师的兵力 对根据地实施第三次围剿 徐向前抓住敌人部署尚未就绪之机 展开外线进攻 首先发起黄安战役 塔正在前沿指挥 一颗子弹飞来 打中了他的右肩 经过43天激战 红军攻克黄安城 歼敌一万五千多人 俘虏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 脚枪七千多只 1932年3月 徐向前呈黄安商皇战役胜利之位 发起了苏家部战役 徐向前巧设伏兵 先包围了青山殿 韩百度和苏家部 又敌来源 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敌人来一队打一队 来两队打一双 敌46时增援苏家部 大部被歼灭 安徽省主席陈调员频频告急 晚西角贡总指挥 立士顶率两万人马 行业增援 徐向前在樊通桥 契家桥一带 布下了尖敌的战场 利用敌人渡河之机 指挥部队发起猛攻 敌人乱作一团 自相践踏 逆死者无数 15个团轻客瓦解 困守苏家部 韩百度之敌 全部缴械投降 苏家部战役 打得十分漂亮 48天中 歼敌3万多 俘虏了敌人 搅供总指挥 立士顶 还有5个旅长 12个团长 共2万多人 这是运用围典打圆战法 一个光辉范例 在红军战史上 竖起了微微封碑 红四方面军 连续取得黄安 商皇 苏家部 黄光 四大战役的胜利 共兼敌四十个团 六万多人 显示了徐向前 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 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部队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各县独立师 游击队和赤尾军 在二十万人以上 根据地总面积 达四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万 建立了二十六线革命政权 这是厄狱晚革命根据地的 极盛时期 根据地搞得红红火火 办起了红军医院 兵工厂 备俯厂 造壁厂 还有银行 为纪念 彭派 杨因两位烈士 成立了彭洋 干部学校 还办起了 列宁高级学校 和列宁小学 叫来的这架飞机 被命名为列宁号 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 黄安战役时 丢炸弹 撒团丹 吓得敌人 一日塑精 满城风雨 1932年8月 蒋介石亲任 厄狱晚三省剿匪总司令 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当时是 混乱反民局的兴趣发展 对定理武汉 为很大的 所以简介石 急诊了 它的大病 三十万区 急诊又换部的 简介石 主力部队 路易十 二十 四十 九十 八十四 三十三十 对韦玉昆 进行了四次的卫教 我们已经过了 环岸 七里平 财神报 这等等 的国战 最后 就没有 粉碎 敌人一路 所以操作了 被弹局面 徐向前说 到了平汉路以西 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 经过苦战 终未能打败敌人 这样就被迫向西转移 1932年十月开始 红四方面军突破漫川关 越秦岭 走关中 渡汉水 翻越大巴山 转战三千里 直下通南巴 又打出了一个崭新的川散革命根据地 红军开仓分粮 平分土地 拒绝鸦片 发展党员 建立政权 开展闪南游击战争 为群众办了十一件大事 在徐向前 陈昌浩主持的木门会议上 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 会后 部队进行了整编 把四个师 拖编为四个军 共四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 成立了妇女独立团 这是红军历史上 第一支成团剑制的妇女武装 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之后 徐向前抓住川军刘江和刘文辉的混战之际 指挥部队发起疑难 迎娶 宣达三次进攻战役 歼敌两半 打下南部县 占领上百口人警 解决了军民严重缺炎问题 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红四方面军在宣汉 达县 与王维州领导的川东游击队会合 将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共一万多人 革命形势在发展 急需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才 红四方面军制定了优待知识分子政策 登报招聘专家 网罗人才 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 旧乾坤 这是巴山烽火的生动写照 这些刻在山崖上的标语 是历史的见证 川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四万两千多平方公里 人口五百五十万 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 红军发展到五个军 十四个师 共八万多人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蒋介石十分恐慌 限令四川军阀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以刘湘为头目的四川军阀 一百四十个团 二十五万人 清朝出动 分六路 向川山革命根据地 大举围攻 四方面军 采取收紧阵地 节节抗击 有敌深入 重点突破的战法 大量消耗和疲惫敌人 敌人发动三起走攻 红军边打边收 直到万元 万元是个关键 万元失守 红军有被挤出川北的危险 敌人下了赌注 动用了九十个团 拼死攻击万元 徐向前也下了决心 擒自到大巴山指挥 誓死保卫万元 红军决战防御的二十天中 打退敌人五次大规模进攻 消灭敌人万余人 敌人九攻不下 士气沮丧 方面军总部认为 反攻时机已到 确定以青龙冠为突破口 攻坚部队攀藤条 登悬崖 连夜攻下青龙冠 直向敌人纵身猛插 敌军全线崩溃 徐向前挥军追击 准备向左旋 兜住刘湘三个主力师拒歼 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打来电话 要部队向右旋 去追击另一个师 结果打了个击溃仗 东线战果不理想 徐向前率部转向西线 直抵巴中 准备向黄木鸭方向 对企图逃窜之敌 实施深迂回大包围 这时张国焘又打来电话 要部队向长池方向 搞潜迂回 徐总果断的说 这回再也不听他瞎指挥了 我们要向深处迂回 错了 我负责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 对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吗 我们听总指挥的 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 赶到黄木鸭 正好堵住汇逃之底 将其全部消灭 反六路围攻十个月 歼敌八万多 脚枪三万多支 这是红四方面军 在穿陕打的最艰苦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战役 也是战果辉煌的一个战役 1935年3月28日夜 徐向前在苍歇塔子山渡口 发出渡江命令 经过激战 全歼守敌 接着向纵深发展 连克廊中 南部 建阁 九错县城 巧取建门关 嘉陵江战役 歼敌一万五千多人的胜利 创造了红军战士上 大规模强度江河的光辉范力 1935年6月初 一四方面军前方部队 在夹金山下达维镇桥头会师 这是一大盛事 指战员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红星报传播着会师的欢乐 交流着战友情谊 云山起舞 河水欢畅 中共中央领导在卢花 会见了徐向前 徐向前言语不多 内心却充满了赤诚 八月上旬 中央决定组织左右陆军分兵北上 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 他积极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 率右陆军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 国民党军湖中南部盘踞在包座 是红军北上的严重障碍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关键时刻 徐总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0月 一二四方面军在惠宁会市 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 以红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11月8日 中央电报指示 徐臣所部组成西路军 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 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打通远方 就是打通苏联 遵照中央命令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率军两万一千多人 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进军 在河西走廊 西路军反复雨滴熬战 打得十分艰苦 当时三十军和骑兵师 每枪二十五发子弹 五军每枪只有五发 红军弹药极其频繁 西安事变发生后 为了侧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奉军委命令 暂停西进 在高台临泽建立根据地 军阀马步方 马步青步 清朝出动 拼死向红军攻击 徐向前指挥部队 凭借当地数十个宝寨 奋勇迎接敌人 从缴获敌人影片资料中可以看出 当年敌人的疯狂气愿 西路军举刃向敌 绝不屈服 在尼加营子 与七万多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炮弹打完了 他们砸扁了炮筒子 子弹打完了 用大刀砍 神父重伤后 拉响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血战 突围 突围 血战 大风为之呼好 天地为之失色 茫茫的古战场啊 有史以来 你可曾见过这样英勇壮烈的将士 西路军与敌敖战四个月 歼敌两万五千人 虽然付出了极大代价 但却吸引着干清宁十万敌兵西夏 为保证陕北总后方的安全 为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训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 中华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战争 从这里开始 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 共产党主动提出 将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出师抗日 徐向前出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他带着这张欧洲刑事图和这支伯克枪 胸怀全局走向抗日前线 在周恩来 彭德怀多次催促下 战斗之余 徐向前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故乡永安村 乡亲们都来看他 姑姑见他穿得单薄就说 天冷了 我给你缝条棉裤吧 他说 就怕你缝不起啊 我的同志有一万多 将军时刻不忘 与战事共冷暖 1937年11月初 日本侵略军突破国民党的近北防线 占领了太远 法西斯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大地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被穷凶极恶的日军杀害 11月12日 上海失守 一个月后 南京陷入 受性发作的日本侵略者 在南京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三十多万中国同胞 惨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之下 这种血腥的屠杀 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 徐向前说 我们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 替死难的同胞报仇 1938年3月 徐向前在近东南 指挥了响唐铺战斗 他亲自查看地形 巧妙地设下了伏兵 让徐向前算了个正着 敌人的汽车队开进了伏击圈 经过两个小时激战 摧毁日军汽车 一百八十余辆 兼敌四百多人 刘伯成赞赏地说 向前还是当年之勇啊 日本侵略军凭借军事上的优势 很快占领了中国的广大领土 但由于兵力不足 他们只能控制交通要道和城市 而广大乡村则是敌人力量的空虚地带 日军沿平汉京浦铁路推进 济南鲁西的国民党军队 纷纷撤出平原地带 徐向前看到这种形式 向中央总部建议 平汉陆西我们已可站住脚 应该迅速向陆东发展 中央及时指示 要求八路军在河北 山东平原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 八路军总部立即做出部署 1938年4月 徐向前率部越过平汉路 进入济南 领导济南军民 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大平原一望无垠 有人问徐向前 这里没有大山依托 怎么能对付坦克装甲的日本人呢 徐向前回答 造人山 河北平原人口稠密 假如我们把广大人民 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 造成游击队的人山 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 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造人山奠定了创造平原根据地的 思想基础 济南平原根据地迅速发展 半年时间 改编与收编各色武装 近四十股 济南部队猛增到一万八千人 南宫成立行政主任公署 建立了五十三线抗日政权 群众挖了上万里的稻沟 线线相通 村村相连 稻沟里 油机队的马车来气自如 敌人的汽车坦克却过不去 稻沟改变了平原地形 抗日军民利用他们 巧妙地与敌周旋 平原造起微微人山 游击战争如烈火燎原 毛泽东高兴地说 济南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9年6月 徐向前到山东任第十八集团军 第一纵队司令员 朱锐任政治委员 统一指挥山东 苏北 晚北八路军各部队 1940年6月 根据中央指示 徐向前回延安 参加党的七大准备工作 他走到太阳山 百团大战正在进行 彭德怀对徐向前说 现在路上不好走 咱俩一块打完这一仗 你再走 徐向前留下了 给彭德怀当当参谋 这是徐向前给参加百团大战的部队做报告 12月 徐向前回到了延安 1942年5月 徐向前任陕甘宁进随 五省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毛泽东让他管一管生产 他制定了自济自足 开源截流 紧缩机关 充实生产部队的指导思想 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不久 毛泽东又让他担任 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他领导了抗大整编 制定了办学方针 强调 教学要中国化 大众化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他精心研究日后的战略战术 及战争的演变 提出对策 撰写了一批军事理论著作 徐向前 激劳成疾 住进了柳树殿和平医院 毛泽东到医院看他 他却要求上前线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是安心养病 就是抗战胜利了 蒋介石也不会叫你闲着的 徐向前在1943年曾预言 抗日战争要打七年半到八年 果然被他演中 1945年8月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 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 正如毛泽东遇见的那样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 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 发动了内战 徐向前并未痊愈 就坐着担架上前线 1947年6月 徐向前任禁忌鲁狱军区 第一副司令员 与滕代远博一波合作 担负内线作战 消灭袁溪山 解放山西的任务 首战运程 12月 他指挥第八纵队 吕良太阅部队 和王震的西北第二纵队 用3000公斤炸药 炸开城墙 攻下运程 全坚守敌13000人 这一仗 动摇了敌人固受城池的信心 也为以后城市攻坚战 创造了经验 接着组织了临风战役 临风 北祖太远 南厄河南 西控分水 城墙坚固 一守南攻 当年 李闯王未能攻破临风 挂甲而去 挂甲庄 由此得名 解放军面前 没有攻不破的城堡 徐向前精心思考 制定作战方案 1948年3月7日 解放临风的战役打响了 29日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打掉了飞机场 扫清了外围 断了敌人的后路 攻城时 部队采取土行孙战法 搞坑道爆破 让敌人坐土飞机 挖坑道是计谋的较量 敌人千方百计 侦查破坏 徐向前索性挖一些 明道假道 专攻敌人破坏 于是真真假假 挖了五十多条 二十万群众 大力支援 5月17日 徐向前下令发起总攻 八千公斤炸药 发出天崩地裂般的轰响 城墙炸开四十米长的缺口 部队城市攻进程序 全坚守敌 临风战役 历时七十二天 兼敌两万五千多人 辅敌总指挥 梁培黄部近万人 至此 晋南全部解放 他召集干部 在现场总结工程经验 徐向前把林分旅的奖旗 受予英勇作战的 模范执行城市纪律的 第二十三旅 林分战役结束后 部队休整刚刚一个月 徐向前又发出了 进中战役的作战命令 其实他早已运筹就绪 在林分战役发起不久 他就给后方写信说 在打下林分后 第二步行动计划 你向进中作战 打下戒 平 分 孝 并准备歼灭原敌 这第三仗是保卫卖收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有生力量的战役 徐向前夜以继日的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 病情加重 同志们劝他 不要到最前线去 他严肃地说 这回是打运动战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不到前线 怎能当机立断 共产党人任务重于生命 他又坐上担架 出入于战火硝烟当中 1948年6月19日 尽中战役打响了 徐向前运用纵深迂回 先机之敌战法 他先命令旅梁部队进入高阳地区吸引敌人 岩锡山果然中计派 派重兵来远 他又令太阅部队射敌正面 主力则绕到山地隐蔽于回 十三纵队从紫红口下山突入尽中 破敌回反 徐向前巧妙地调中敌人 岩锡山的亲训师 亲训炮兵团 在回反途中 被我前后夹击 全部歼灭 这些火炮还在行进途中 就被我军全部剿破 岩锡山又派出野战军总司令赵承寿 率五万支众增援 拉开了决战的架势 徐向前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十分顺利地把赵承寿 领到预先准备好的鱼刺 徐沟 太古之间的三角地区 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就要展开 他命令太阅太行部队破坏铁路桥梁 断敌退路 破敌就范 敌鲁预设战场 回兵徐沟 企图北逃 徐向前布好口袋 将敌四面包围 经过六天鸡蛋 尖敌三万余人 活捉了阎西山的野战军总司令 赵承寿 徐向前把赵承寿这个老乡 请到了指挥所 风趣地问道 这次交战 你看我在战略战术上 有什么缺陷 赵承寿无可奈何地回答 战败之人 还看得出什么缺陷哟 我军乘胜横扫尽忠 解放县城十四座 兼敌十万余人 使太原完全陷于孤立 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光辉战力 中央发来贺电 仅仅一个月中 获得如此辉煌战绩 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这极大二字 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 在西柏坡 毛泽东与徐向前 谈到这次战役时 赞上的说 向前 你给大家说说 你是怎样用六万人 歼灭敌人十万的 徐向前以运动战方式 完成尽忠战役 这篇杰作之后 又发动了解放太原战役 1948年8月4日 徐向前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说 太原战役 是我们和阎西山之间的一次大决战 既要准备军事强攻 又要进行政治瓦解 太原是阎西山苦心经营 近四十年的老巢 被蒋介石称他为反共模范堡垒 阎西山也夸口说 只要地球转动一天 我的永久性攻势就加强一天 太原城的四台要塞 万里防线 五千多碉堡 十多万大军 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徐向前下决心 要砍掉这块硬骨头 特别创业 十五千多碉堡 十五千多均 聖体 他先下令扫清外围 部队夺取了四大要塞 同时展开政治攻势 瓦解敌兵五千余人 这时淮海战役正处于第一阶段激战中 毛泽东估计太原攻克太早 对解放平津不利 于是命令徐向前固守以德阵地 待东北军入关攻击平津时再打太原 徐向前认为中央这一招起胜利 1949年2月3日 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市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总攻太原时机成熟 为攻克太原 中央决定调十九二十兵团 协同十八兵团和近随部队作战 由徐向前 邹氏帝 罗瑞卿 陈漫远 胡耀邦 组成太原前线总前委 总攻前 徐向前病情加重 彭德怀前来指挥工程 总攻太原的战斗 于1949年4月24日开始 达国际 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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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兵团主力如下山猛虎一般 从东南北三面冲进城去 仅用了四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活捉了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 太原城防司令王靖国 及十以上军官四十多人 太原战役共消灭敌人十三万八千多人 沿西山统治四十年的反动政权宣告灭亡 运城 临分 晋中 太原四大战役 共歼灭敌人三十万 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徐向前向家乡父老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徐向前任开国第一任总参谋长 当时新中国已卷入了朝鲜战争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入朝的中国部队 已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为首的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正式交手 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 1951年5月的一个夜晚 毛泽东约见徐向前说 你做一次长途旅行吧 去莫斯科 有关心的问 你身体不要紧吧 徐向前说 主席尽管放心 交给我任务 一定努力完成 徐向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兵工代表团的团长 经过半年反复商谈 代表团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回到满洲里 他病倒了 在养病期间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他十分关怀 群众纷纷来慰问信 徐向前在病中回信说 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 我虽因病魔缠身 暂时不能和同志们一起 担负起我应付的责任 但我的心一时一刻 也没有离开过同志们 1954年 徐向前任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副主席 1955年9月23日 毛主席授予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他是威武的元帅 又是淳朴的战士 元帅胸怀百万兵 脚步长长到兵营 他亲临机场 视察空军飞行训练 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 勉励致战员 努力提高军政素质 他要求部队要高标准 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 他十分重视民兵建设 先后到广东山东等地 检查民兵三落石情况 强调民兵工作要扎实 要从实践出发 1966年全国动乱 给党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徐向前强调 军队要稳定 不准串联 不准随便抓人 1967年2月 老一辈革命家 在怀仁堂 与林彪江青等 反党乱军集团 进行了激烈斗争 徐向前义正词言地说 党的领导要不要 军队还要不要 如果不要 我们就回家种地去 这场正义斗争 被污蔑为二月逆流 紧接着 他的住处三次被超 大批书籍文件被抢劫 9月19日 徐向前亲笔写报告 我再次诚恳地 请求党中央 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名义 另选先能 随之而来的是 更加残酷的迫害 被送到工厂 进行所谓的再教育 在这个车间里 干零杂火 白发苍苍 就在这个食堂去打饭就餐 打江山的功臣 被流放到了外地 然而 身处逆境中的老帅 心细的是党和人民 信念不移 情操不改 他对夫人 黄杰和子女们说 放宽心 乌云总有一天会散去的 黄谬 动乱 灾难性的历史 终于结束了 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 徐向前 与全国人民一样 感到由补 感到由衷的高兴 此时此刻 元帅百感交集 数十年来 他坚信 光明必将战胜黑暗 真理一定能战胜谬 不论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他回到领导岗位上 积极参加拨乱反正的工作 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 重新颠倒过来 他精心研究外军现代化的经验 结合我军实际 号召全军制战员 为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徐帅指示部队要重视改革 研究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 提高合成军队的指挥能力 叫声 靳心 中国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院 南道 小林 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院 剧能力 西方 小林 阶 他多次视察海陆空三军 指出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 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奇迹 徐向前接见外国国防部长军事代表团 解放军建军52周年 国防部长徐向前主持招待会 徐向前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正处在把军国工作指振的 准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上来的 伟大的历史性的准备时刻 我军军指振员要生日贡慈胆地 是一届三层军会精神 他军国任务一道 积极产家和保卫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士 在国民紧急现代化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 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 研究四化建设的百年大计 徐向前亲切结建 厄狱晚川等老根据地代表 勉励他们加快步伐 和全国人民一起 早日把祖国建设成为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徐向前接建三军英模代表 徐向前元帅 荣马生涯几十年 南北转战数万里 他为军队建设和祖国统一富强 日夜操劳 他是长期担任党 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的 卓越领导人 他又是普通人 1984年6月16日 黄浦军校建校60周年 徐向前被校友们公推为 黄浦军校同学会会长 北京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 甲子建校 又逢甲子 他在贺信中说 回顾往事 展望未来 心情十分激动 徐向前是功勋卓著的元帅 又是可信赖的勤劳公徒 备受全国军民的敬仰 徐向前同志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卓越的领导人 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他对党 对人民 对革命事业 无限忠诚 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贡献了毕生的经历 他心怀宽广 光明磊落 顾全大局 维护团结 谦虚谨慎 联系群众 廉洁奉工 艰苦朴素 深受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徐向前生病期间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他 他深情地希望 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团结奋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深受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爱戴的徐向前同志 与世尝词 全党同志 全军纸战员 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今天 天安门广场 新华门 外交部 分别降半旗 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致以深深的哀悼 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 贡献了毕生经历的徐向前元帅 安卧在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 徐帅夫人黄杰 帅子女及其他亲属 为他守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颗率星 陨落了 大河悲歌 高山同气 七连哀哀 歌壁气气 大河滔滔 苍天山山 徐向前 这位大山的儿子 与大山有着不解之远 生与大山共存 死与大山同在 他临终前思量再三 留下一言 就是把他的骨灰 洒向五台山 大别山 大巴山 太行山 这些养育过他 与他共创辉煌的地方 对这个小小的要求 共和国满足了他 人民满足了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连大地 魂系青山 万古流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